乌克兰战争已经让欧洲颤抖了 那一个足以让欧洲颤抖的火药桶 也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根据媒体报道 在12月10日整晚和11日早上 科索沃地区传出爆炸声和枪声 科索沃当局称 塞尔维亚策划了破坏当地稳定的暴力活动 塞尔维亚则强调 是科索沃当局制造了目前的紧张局势 并指责美国反对塞尔维亚 欧盟无视科索沃采取的危险行动 塞尔维亚总统伍琪奇 在12月1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表示 塞尔维亚现在处境十分困难 并指责布里什丁娜当局与华盛顿 对任何已达成的协议缺乏尊重 塞尔维亚总理阿纳布尔纳比奇表示 由于科索沃当局的行动和欧盟的不作为 塞尔维亚处于与科索沃开战的边缘 巴尔干火药桶又字字的冒出了火星 作为世界著名的火药桶之一 巴尔干半岛古代曾经点燃无数次宗教战争 近代更是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间接促成了冷战结束 这次局势紧张 舆论界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有人在搞塞尔维亚 这个逻辑很好理解 首先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关系不赖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塞尔维亚始终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让西方很恼火 其次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关系也不错 而现阶段美国对中国并不算友好 当初美国轰炸南联盟 门横站毁中国驻南大使馆 是抹不去的记忆 既然塞尔维亚亲中俄 那么在当今国际格局之下 舆论界怀疑有人搞塞尔维亚就很正常 第二种解读 有人利用塞尔维亚搞事 这种逻辑不太好理解 某种意义上来说 科索沃和克里米亚有着类似之处 当初北约轰炸南联盟 旗号就是人权高于主权 人民有自觉的权利 塞尔维亚面对北约 由于实力悬殊 没有能力反抗 俄罗斯把北约在科索沃的套路 搬到克里米亚和东乌 也搞强权下的民主自觉 但科索沃和克里米亚 只是类似而并不相同 因为西方支持科索沃独立 而并没有吞并科索沃 俄罗斯直接把克里米亚吞了 那么有人利用塞尔维亚搞事 该怎么理解 既然科索沃问题没有解决 那么双方很可能擦枪走火 既然科索沃和克里米亚有类似之处 那么克里米亚火腰筒能引爆 科索沃就能以类似的方式引爆 凡事都有因果 引爆科索沃问题会有啥结果 时间回到1999年 比约轰炸南联盟时 表面上是美国带着一种西方小弟 去巴尔干半岛收拾青蛾 且让西方不爽的米洛首威奇 实际上对美国来说 巴尔干半岛对美国并无实质性威胁 新生且强势的欧元 才让美国如耿在喉 欧元是一种扭曲的货币 它的诞生意味着 欧洲大陆的整合到了一个新阶段 按照大历史趋势 罗马帝国灭完之后 欧洲就成了一盘散沙 前百年以来的欧洲强人们 如路易十四 菲特列 拿破仑 威廉二世 希特勒等等 试图从军事和政治上再次同意欧洲 最终都以士巴尔高中 原因很简单 欧洲有英国和沙俄两个教室棍 英国一直搞离岸平衡 专门联合欧洲的弱国去搞强国 沙俄对欧洲一直是远交进攻 尽可能多占据土地 二战之后美苏成为新霸主 欧洲没落 于是欧洲各国尝试着放下成见搞欧盟 相当于团结欧洲 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抗美苏 后来多欧巨变 苏联解体 俄罗斯的势力一下子 从波德平原核心的柏林 撤退到沙俄传统的势力范围 欧盟那边因为两德重新统一 而势力大增 但是欧盟先天缺乏统一基因 政治层面一盘散沙 绝对没有统一的可能性 军事层面又被美国通过北约控制 自己说话不算 那么只能从经济层面寻找纽带 欧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货币 也存在着欧洲自我团结的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注定因为美国的存在而无法实现 因为在美国看来 团结的欧洲可以和美国匹敌 一旦欧洲自我团结成功 自己的大哥地位也就要受到威胁 但是作为大哥 美国又不好直接说不让欧洲的小弟们团结 于是美国当时找了一个欧洲小弟们无法拒绝的理由 为了人权去巴尔干轰炸南联盟 而且美国还摸清了德国的小心思 对症下药 美欧一拍即合 跑去轰炸南联盟去了 由于北约如日中天 巴尔干半岛靠近欧洲腹地 胡耀桶一点燃 欧洲的资源和人才就往美国跑 北约对南联盟78天的大轰炸 对欧元的打击非常深远 那场行动让人看到 欧洲即便搞出了欧元 仍然扮演着美国小弟的角色 所谓团结起来的梦想更像是一个口号 从那以后欧元逐渐疲软 再也无法威胁美元的地位 法国和德国反应过来时 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 再次尝到收割欧洲甜头的美国 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在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 但收效都不大 因为那些地方太窮 且远离欧洲腹地 直到乌克兰战争爆发 美国才算再次尝到收割欧洲的甜头 大家很纳闷 美国为啥要收割欧洲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美国就是靠这个套路 独立扩张并发家的 美国独立建国利用了 英法全球殖民地争霸 美国领土扩张 同样利用了英法矛盾 美国发展壮大 利用了欧洲国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登顶世界之巅 利用了欧洲国家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和冷战 这一切是刻在基因里 美国自然而然就会沿着本能去收割欧洲 所以这次科索沃回药桶自自冒烟 欧洲心里就发凉 腿肚子就大战 那似乎也无计可施 那么现阶段欧洲会有人 把这轮塞尔维亚动漏问题 和美国收割欧洲联系起来吗 当然有 但是不多 更多的欧洲人更愿意 把他和俄罗斯连在一起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颇为复杂 这里需要转一个弯 话说罗马帝国时代 阿尔卑斯山以北生活着三大蛮族 斯拉夫人 日耳曼人 凯尔特人 这三哥们就好比三大壮汉 没事就切磋切磋武艺 没事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反正不能闲政 喝口酒的功夫就可以干一战 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历史 大部分都是这三哥们的户殴史 其中最惨烈的部分 当属两次世界大战 打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作 他们通常沿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两条大河户殴 向东而去的多瑶河 向西而去的莱茵河 莱茵河的事先放一放 今天讲讲多瑶河这边 如果你把多瑶河看成一条绳子 就会发现几千年以来 多瑶河上游是日耳曼人 中下游是斯拉夫人 他们沿着多瑶河进行拔河比赛 在巴尔干半岛较近 我简单做张图让大家有个直观印象 从这张图很明显的看出来 多瑶河离开德国之后 南侧还是日耳曼人的领域 北侧就已经是斯拉夫人的领域 流过匈安利之后 就是南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生活的世界 作为南斯拉夫主体民族之一的塞尔维亚人 自中世纪以来 就生活在多瑶河中游的那块平原上 曾经被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 但是大部分人 塞尔维亚人还是信奉东正教 可见其性格之倔强 古远文明到来 奥斯曼帝国被列强高得摇摇欲坠 于是塞尔维亚人在1804年获得自治权 眉言不绝的俄土战争中 俄国又从东方把土耳其打得满眼星星 于是塞尔维亚于1878年 在俄国的帮助下获得独立 但日子并不好过 要面对奥匈帝国的压迫 俄国当时有一个梦想 组成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联盟 就是要把所有斯拉夫人 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这个理想很宏大 从上面那张图可以看到 相当于要把德国以东的国家全部合并 这个蓝图看起来很诱人 但却并不好弄 要知道人家波兰捷克也是斯拉夫人 也曾梦想统一斯拉夫世界 还有当时的奥匈帝国 也有相当一部分斯拉夫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 奥匈帝国和德国一伙 俄国和英凡一伙 相当于斯拉夫人内部来了一场火拼 如你所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就是塞尔维亚青年 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 换句话说 斯拉夫人内部矛盾引爆了世界大战 最后把沙俄和奥匈帝国 两个斯拉夫帝国赶没了 所以说梦想有时候很残酷 塞尔维亚这好是其中的关键点 所以塞尔维亚人的历史上 从不缺泪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 这两个斯拉夫帝国全部解体 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 大家忙忙碌碌20年 又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 斯拉夫人迎来巅峰 因为苏联在二战中的特殊贡献 专后成为世界一级和美帝分庭抗礼 华越集团巅峰时代 基本上实现了俄国范斯拉夫梦想 为什么说是基本上 看这张图中华越的范围 囊括了东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和部分南斯拉夫人 就差南斯拉夫 当时南斯拉夫是欧洲强国之一 足球队和篮球队都受欧洲禁律 虽然他和苏联有相同的发展模式 但铁拓领导下的南斯拉夫 不愿意做苏联的附庸 坚决不加入华越集团 保持自身独立性 南斯拉夫这个选择 有点像西方的法国 南斯拉夫遭到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 但并没有屈服 从这事上也能看出 塞尔维亚人一如既往的倔强 其实可以把南斯拉夫看作小苏联 其由六个加盟国组成 分别为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伯黑 塞尔维亚 马其顿和黑山 其领土范围包括多瑙河 终由平原一南 到巴尔干半岛 虽然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他也解体了 其实苏联解体只是导火索 真正导致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在内部 铁拓是南斯拉夫的灵魂 也是一位硬汉 他怼苏联怼美国 叫好中国 这些选择都组建其个性 但是对内 他的民族政策却很失败 南斯拉夫建立之初 塞尔维亚民族占比 一度超过40% 黑山人 马其顿人 波斯尼亚人 等都被认为是塞尔维亚民族的分支 邻居力非常好 但因铁拓出身于科罗地亚 便采取分化打压塞尔维亚民族的政策 相当于说 塞尔维亚这个民族 被南斯拉夫自己给制建了 这事儿想想都要掉眼泪 这么一岗 最终导致塞族人口大幅下降 南斯拉夫也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 历史转折时期 欧美媒体大力宣传多党选举的优越性 称南斯拉夫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 都在选举制度上 与此同时 内部公知及时跟进 鼓吹多党选举的好处 一系列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在缺乏主体民族的情况下 这些政党只能代表各自的利益 不代表南斯拉夫的利益 于是整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南斯拉夫 便在内耗中走向分裂 斯洛文尼亚 科罗地亚 波黑 马其顿相继独立 只有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兄弟想抱团取暖 组成南联盟 斯洛文尼亚 科罗地亚两国 切割走了大部分海岸线 剩下的南联盟 已经雷若不堪 但仍然成为北约打击的对象 因为南联盟交好俄罗斯和中国 于是才有1999年 北约针对南联盟 那波长达78天的空袭 把塞尔维亚人炸到历史最低谷 此后黑山也坚持不下去了 于2006年公投 以微弱的优势独立 剩下的塞尔维亚成为彻底的内陆国家 更为尴尬的是 塞尔维亚继承了南联盟大部分遗产 包括全部海军 南斯拉夫时代 海军曾拥有几十艘军舰和众多先进设备 是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最强的海上力量之一 塞尔维亚失去全部出海口之后 部分海军战舰还在 只能回到多脑河里去战斗 那种憋屈非常人能理解 塞尔维亚当现在东欧可以说举步维艰 改变环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入欧盟 如果加入欧盟 出海口也就不是问题 而且能打通整个欧洲的贸易 还能享受到欧盟的补贴 欧盟提出条件 承认科索沃独立 塞尔维亚一听直接拒绝 虽然很穷 依然很倔 从被奥斯曼统治 却保持东正教信仰 却不愿意追随苏联 到如今不愿意答应欧盟的条件 可以看出塞尔维亚人一直非常倔强 因为塞尔维亚人的倔强和坚韧 科索沃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这次矛盾爆发 西方舆论把原因归结为俄罗斯 理由是俄罗斯试图通过科索沃问题 给西方出难题 那么究竟是俄罗斯还是美国 从很多层面来说 如果塞尔维亚危机爆发 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 之所以举步维艰的原因 就在与西方团结一致 站在俄罗斯队里面 如果西方面对另一场战争危机 那么必然要分出精力应对 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如果爆发危机 会影响中东方向的资源流向德国 但说实话 俄罗斯现在未必有实力激发科索沃危机 因为俄罗斯被乌克兰牵制的比较严重 然而这并不能排除俄罗斯的嫌疑 对俄罗斯来说 只有科索沃危机引爆战争 才能真正意义上缓解自身压力 如果最终科索沃战争再次爆发 说明背后是俄罗斯的概率较大 再回到美国层面 美国上次轰炸南联盟 吃到了一波巨大的红利 这次乌克兰战争又吃到一波巨大的红利 但是现在欧洲的德国和法国 对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吃相较为不满 尤其是拜登趁机搞通胀削减法案 让欧洲企业很受伤 马克龙前不久去访美 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碰到了软钉子 让欧洲各界极其不满 欧洲也在酝酿类似的手段和美国竞争 这种时候 美国还有什么手段安抚欧洲 几乎没有 按照地球村游戏规则 当大哥没有筹满安抚小弟时 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敲打之 美国有啥办法敲打欧洲 按照这些年美帝控制小弟的经验 方式应该有不少 引发巴尔干半岛火药头 应该是较为有效的一种 因为巴尔干半岛如果爆发战争 对欧洲的冲击 大概率在乌克兰战争之上 那么这波科索沃危机 会是美国敲打小弟的手段吗 缺席答案这里没有 但可以有一个观察 如果欧洲接下来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对策 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冲击 那就表示美国对欧洲 采取了实质性的敲打之策 那么这段科索沃危机 就可能是美帝对欧洲的敲打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美国通过乌克兰战争 吸血没有喝饱 开始着手另一个火药桶 再吸一波 但不论哪一种可能性 对欧洲来说 只要看到科索沃火药桶 有点燃的迹象 估计就会不由自主的颤抖 所以这次科索沃危机 不要问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他们都不是善良之辈 精透于各种黑暗的手段 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是他们这些年能够纵横地球村的 安身立命之本 这次科索沃尔